让独老身心障碍者能够安心过年 小明基金会准备了300份年菜在年前发放 今天将佛跳墙、鸡汤等物资送到88岁的族居爷爷手上 还有东北风味的水饺让爷爷直呼好有家乡味 一解私香之愁 东北的饺子是有名的 我们都不卖 接过年菜爷爷不断道谢感谢社工的关心 88岁的王爷爷来自大陆广西 平常独自居住没有亲属 随着年节脚步越近 只身一人显得更加寂寞 北北他平常的身体状况的话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就是像是 社护线或者是便秘或者是一些 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个严重性关节炎的那个状况 那平常就会有疼痛 那疼痛的话就会需要就是居服人员 陪他出去看医生啊 或者是打一些止痛症 爷爷从大陆飘洋过海来台 随着年纪增长 除了记忆力衰退也出现退化性关节炎 服药、就医都不稳定 平常只有同乡的邻居还有狗狗相伴 幸好小民基金会定期关怀 居服员一周三天到家中陪伴 并且在年节前送上佛跳墙 鸡汤日用品让爷爷好过年 而让爷爷最惊喜的还有这一位 东北的口味好 要下个蜜豆 兄女带领志工亲手包的东北水饺满满的家乡味 一解思想知情 好吃 我们有个咖啡 加个蜜豆 好幸福 我们每年一直持续着 然后每年一直精进 那我们除了送年菜以外 还有一些的物资 都是适合长辈的 所以长辈在这段时间之内 就比较安心 温馨传爱送上年菜 最后再替爷爷换上全新春联 出旧步行迎接崭新的一年 然后再次复杂之后再次复杂之后